乱葬岗争执起 甲决裂重见受伤 篡改话于尹百家为敌自此 自困乱葬岗 众人对于江婉淫的话 感到很是气愤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理直气壮 忘恩负义的人 而且魏无羡哪里说了 要与百家为敌了 你这不是造谣吗 要是最后魏无羡被逼急了 他们可不想死 聂怀桑摇了摇扇子 显得愈发高深莫测 原来如此 他就说 魏兄再怎么狂 都不会说出那样的话 原来都是子虚乌有 蓝启仁只觉得气都要气炸了 他几乎可以想想得到 那个蓝启仁会怎么想 明明有了魏英的世界那么美好 偏偏总有一些人想来挑刺 他只觉得来到这个空间之后 世界观都快颠覆了 想到江婉淫在云身求学时的表现 那个蓝启仁是怎么觉得这么恶心的一个人是个好人的 蓝启仁叹了口气 之后的是他可以预料 没有立场 也不知道旺姬心中所想 那个他只会更加相信金家的说辞 他现在恨不得钻进水墓中揍那个蓝启仁一顿 旺姬好不容易好好活着出来了玄武洞 你怎么就没注意到旺姬的心思 现在他只希望蓝家没有更加深入地插入魏公子的事情中 不然旺姬该有多么难过 这江婉淫实在是 这温情到底救了个什么玩意 当时咋没一刀捅死他呢 温若寒气愤道 明觉 聂长风脸黑地看着自家儿子 他是不是走得太早了 他这儿子也太容易被人挑拨了吧 聂明觉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腿 解释道 我这不是以为你是被温若寒给害了吗 而且我也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弯弯绕绕呀 聂长风一巴掌拍在了聂明觉脑袋上说道 你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温若寒是你爹我好兄弟 你应该叫温叔叔 再不计也得叫温宗主 聂明觉恋恋点头 不过温叔叔就算了 还是叫温宗主吧 不过他现在也觉得水墓里的自己有点傻 魏长泽心疼地看着水墓上的魏无羡 很想冲进去拎起他 将他脑袋里的水倒掉 受那么重的伤 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蓝忘机心疼地再次抱紧了魏无羡 很想拿起碧尘在江婉淫身上戳几个窟窿 回去得多看着魏英 绝对不能再让他受伤了 蓝忘机此时完全没想到 等回归现实之后 被一大堆人围着关心的魏无羡 愣是没想起他来 等蓝忘机再次见到魏无羡 已经过了一年了 藏色散人在自己的小本本上 给江婉淫再次记了一笔 于子渊这个儿子 比他娘还让人想戳死他 蓝色小团子 已经可以遇见江婉淫之后的幸福生活了 字字字 实在是太惨了 不过他活该 金陵满月赋宴 穷奇道遭截杀 金子轩突然出现 温宁误杀金子轩 白衣血染归 温情姐弟傅兰玲 惨遭虐杀在失控 温若寒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温情姐弟 愤恨道 金光扇还真的是好算盘 这是完全不给人留活路呀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厉害 温若寒只觉得心冷 就算他们齐山温是败了 可温情他们又何其无辜 他们又凭什么要为了金光扇的野心遭遇这些 聂长风只觉得想拿刀砍死金光扇 看到被金光扇算计而丢掉命的聂氏子弟 再加上杀身之仇 等从这里出去之后 心仇就恨意起算 不砍死金光扇 这个不要脸的他就不幸灭 随后 聂长风就一把拽着聂明爵 开始了一通教育 他觉得自家儿子 实在是被金光扇和金光瑶两人 骗得太惨了 蓝忘机看到这里很是自责 虽然当时他不认为 魏英会故意杀了金子轩 但到底还是以为魏英失控了 金光扇的轨迹一环套一环 在那样的情况下 就算魏英没有杀人 结果也不会改变的 魏长泽也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一封满月宴的请帖 彻底将阿英推向了绝路 他感到有些无力 为什么他们非要把阿英逼到如此境地 蓝西辰只感觉全身发冷 就因为自己相信了金光瑶 让那么多蓝氏弟子送了命 他宁愿在温室火烧云深不知处时 根本没有被金光瑶救过 明明有了魏公子 很多悲剧都可以避免 可是却因为金光扇的野心 弄到了如此境地 一时间 蓝西辰对那个忽视了忘机 相信了金光瑶的自己 产生了恨意 在摄日之争的时候 他没有一刻不再后悔 没有陪着忘机 他想 如果那时他和忘机一起去了奇山 是不是忘机 就不会死在玄武洞了 聂怀桑摇了摇头 为凶 实在是可惜了 这可惜 当时他并不在清禾 等他收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金光扇 你居然算计到子萱头上 金夫人恶狠狠地瞪着金光扇 原以为金光扇无论怎样 都不会对子萱出手 可是没想到 他不会以为金光瑶设计子萱 去穷其道金光扇会不知情 这分明是默认了 让子萱去送死 夫人 事情不能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 金光瑶会设计子萱去穷其道呀 金光扇说道 金夫人冷哼一声 他并不觉得金光扇会不知道 当子萱离开金灵台的时候 他一定已经得到消息了 他分明是要用子萱的命 给自己铺路 江彦离沉默了 接下来就该他自己了吧 为无限罪亲近自己 蓝灵金氏连自家少主的命 都不在乎 又怎么会在乎自己 这个金少夫人 江彦离感到悲哀 无论是在云梦江市 还是蓝灵金氏 他注定是被牺牲的那个 藏色散人冷笑一声 一挥手 一道红光 在所有人都没有发觉的情况下 没入了金光扇的体内 你不是喜欢玩女人吗 那么就好好遭受这一切吧 蓝色小团子 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幕 让金光扇天天在睡梦中 被女鬼压 女鬼压完被男鬼压 他怎么没有想到 还可以这样 不夜天重口朔金 有口难言 举世皆敌 江彦离突现剑而死 彻底封魔 不夜天血洗 蓝旺基带离魏无限 乱葬岗围剿 被逼失控 绝望而死 蓝起人捂着胸口 只觉得连生气都很无力 蓝氏怎么会如此行事 还有旺基 怎么可以如此伐旺基 蓝起人闭了闭眼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旺基会怎么想 难道顾苏蓝氏连户一个人都做不到吗 蓝西辰 你要记住 蓝灵金氏 云梦江氏 不可交 蓝起人咬牙切齿地说道 等出去之后 他非要 蓝起人想了半天 也想不出该怎么出这口气 套麻袋 对旧学学卫英那小子 金光扇和江峰眠这俩人 他奏定了 蓝西辰满目寒霜 几乎要与蓝旺基重合的趋势 陈生说道 叔父放心 西辰知道该怎么做 金光瑶和江城这两人 他不会放过的 就因为这两人 旺基恐怕也怨了自己了 他不会是个好哥哥 是他忽视了旺基 还有魏公子 蓝西辰心中一痛 如此赤子之心的人 居然遭到了如此下场 这个世道该变了 藏色散人目瞪口呆地 听着众人的心声 原本他还在伤心 但是毕竟看过好几次 虽然依旧痛彻心扉 但只是没有第一次 那么歇斯底里 只是最后听到 蓝起人的心声之后 只觉得这老头 这次受到的刺激也不小 这么不雅正的想法都出来了 藏色散人强忍悲痛 看着魏无限 阿英 我知道 上一辈子的事太过复杂和悲痛 你不愿回忆 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 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现在阿娘回来了 无论对错 我都会帮你解决 这个世道坏了 也该肃清了 江彦离闭了闭眼 对自己的结局毫不意外 天真的下场就是这样 不过江彦离还是很羡慕 毕竟她的生活一直都很幸福 不是吗 当年要不是因为 阿娘为了江婉吟 将自己打的半年都无法下床 估计自己也认不清 阿娘和阿爹的偏心 她感谢魏无限 感谢她给了自己一场美梦 只可惜自己是做不到了 在另一边 除了温若寒和蓝忘机 所有人对着魏长泽和魏英的方向 鞠了一躬表达歉意 毕竟实在是自家做得太不道德 魏长泽并没有理他们 他怕自己忍不住失控 事情没有最残忍 只有更残忍 他魏长泽到底造了什么 涅滩上了江峰年 最后自己的儿子被养成了那样 魏长泽决定等出去就建立宗门 他绝不让阿月和阿英 再因为身为问题被人攻击了 温若寒冷哼一声 江婉淫 金光善 这两人他绝对不会放过的 尤其是江婉淫 温江仇报到如此地步 简直恶心 回去就把他抓来送给温晴 虎子 这四个人 Hawaii